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來到10月1日 十一夜晚的桑普論證 今天是中共國見證75週年 習近平前幾天出席75週年音樂會 北京三個人沒有去 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的腦病 之後其他人 所有七常委加上韓正全部去 七常委是習近平 李強、趙樂際、黃烏寧、蔡奇、丁薛祥 李希、韓正 即是韓正是副總理 全部加起來 再加上以前的何國強、張德江 張德江 之後還有很多 賈慶林、曾慶紅 這些人全部全部去 看到什麼呢 這個共產黨狗改不來吃屎 共產黨不是要顛覆 是要粉碎 粉碎、錯骨洋灰 然後被蛇吃 還要殺了一條蛇 那就對了 總之就是說 今時今日一定要好狠狠地對付共產黨 今天我在西門站外面 台北市西門町外面 西門的質問站 當然是 我也是支持我的一些 伙伴們 父湯和很多人 一起去居辦這個十一 何俱老母的這個 街頭的活動 當然不會有些短講 也看到他們 苦耗著持住旗 建築旗很多個小時 一直播出一些音樂 我覺得是相當感人 我們看到一開始 以前 竟然有過 中國小粉紅 一男一女 女人就沒有甚麼突然出聲 基本上就是我们拆的旗多少,就开始拔了,拔了两支之后就被人阻止了, 赴汤就上前理论,当然这个小粉红就一度拿过一些很小的镜头,一粒动起身那些来拍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爱国心,他说台湾和香港都是属于中国的,香港怎么不属于中国呢? 台湾怎会不属于中国呢?一类这样唱声,一类这样讲话,当然很多人跟他理论,我说不要跟他理论,王国才都会讲清楚,在场就说,八九六四,香港独立,打到习近平,说了之后如果他直播的话,他被微信微博永久封号,抖音永久中国封号,是不是very good呢? 所以他够胆就录,够胆就播,他怎么播?播不了,当然啦,一路这样讲,警察就做和事佬分隔两边人啦,另外有一个小,深深藍的小,老深藍,就说,你们香港人啊,他们真的是台湾人来的, 你们香港人,你们这么喜欢支持香港的,那你回香港讲你的话,看不起你们来台湾讲什么,你叫什么滚回香港? 哇,这个真是讲话,可能真是很有趣,如果这么讲话的话,所有的东西他千万不要去外国,他应该挽回台湾,是不是这样? 喂,这些这样的做法,明明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真假是非是恶不分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每人都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你有你的讲话,我们有我们的做事, 啊,你会看到这些可怕,可恢可悲,可恨可恶,可恶,可恶,而与其动态,不如再告诉大家,这些事,一定有技巧,那样应付, 旁边有差管,差人就来这个现场,所以第一,要有视频全正,那我见多这么久,我拍这么久, 但是与其动态,不如再讲给大家知道,这些事情一定有技巧,的应付, 另外,我看出有很多的同道就是找差人,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的警察, 警察來到這個地方為此秩序,我想這兩件事是最重要的 還有怎樣抗衡他們到來拍的東西,896489648964 他們基本上怎麼說都是沒用的,所以這個防小粉紅三招希望跟大家分享 今天繼續講什麼,不是講這些什麼,當然是講美國大選 有很多新的資料想和大家更新,希望大家都不厭其煩看看我的節目 希望有些細節,因為你不講細節,有些大框架是沒意思的 而這些細節每天都會湧現的,每天湧現的細節有重要有不重要 我抽鮮膜挑選一些比較重要的新聞和大家講 大家知道美國大選最重要關心的是什麼呢? 十月一號,現在十月一號的夜晚,很快就會去到這個夜晚的美東時間九點鐘 即是我在台灣時間的十月二號早上九點鐘 起床之後就要看這個美國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就是共和黨的J.D. Vance范斯對這個民主黨的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的Tim Wolfs華茲,這場辯論是CBC News CBS News的,是不是公正呢? 等一下講一講,現在就是看這場辯論精彩可奇 我昨天都講過了,是因為票數這麼接近,被民意調查這麼接近 這場辯論分分鐘有一種分勝負的可能性 而這種分勝負的可能性呢? 總統候選人的個個平息正氣 比如說Harris回到D.C.看電視,OK? 跟著就是Trump去了Visconset,繼續做他的造勢大會 但他都關心著,會全程直接在同時關注著這個范斯 這場辯論對雙方政治生涯極具重要性,也有數千萬的選民關注 兩人將會力求達成四大目標 第一,捍衛他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他是副,他要捍衛政 第二,有效反擊並避免過度強勢 第三,展現副總統的資格 第四,避免在激烈的對峙中失言 這些當然是華爾街日報的分析 但我覺得這些不是廢話,中國廢話 但是當然要表現自己,防止失利 由於Trump在9月10日已經和Harris的總統大宣辯論中 表現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有些人覺得Trump好些,有些人覺得Harris好些 我就覺得Trump好些 但無論如何JD Vance是否成勝追擊 或者那些左派就說,現在要富裕頑抗 會肩負更大壓力 這就是國法入國眼,不要緊 我們看看10月後他們如何表現這個辯論比賽 比賽辯論會了 又維護自己的人格 亦都將政見表述清楚 我講的地方就是,不是哪個口才比較好 大家記住,看這場辯論 現在不是辯論比賽選冠軍 不是誰贏這場辯論比賽 而是誰能夠表述清楚政策 而我或者大家在看的節目最關心的就是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簡單來說Chin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個US的中國政策 我們看看究竟他們如何投降 是我們最關心的部分 這次副總統辯論的形式更為自由 兩位候選人可能會有更多機會正面交鋒 甚至打斷對方的發言 因為全程開麥克風 與總統辯論不同的是 CBS即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並未遲遲強制關閉microphone的機制 使得辯論激烈程度更加不可預測 而華茲的團隊請來了民主黨內的辯論高手 運輸部長Pieter Buttigieg 你其實是不是辯論高手 我真是很有question mark 其實他已經很多次想 黨內這個競選 其實沒有一次成功 協助模擬辯論 這個是一個mock 即是做一個模擬辯論 而GDFANS也和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Tom Emmer進行模擬 Emmer身為眾議團的領導層成員之一 熟悉華茲的政策和辯論風格 協助這個FANS應對挑戰 華茲專程前往Majigan 參加維基蘇日的辯論訓練營 而GDFANS選擇在家裡或透過視訊做準備 其實這些不重要 究竟你密集在訓練 還是你自己他他條條保持輕鬆的心態 每個人的財性氣質都不同 而他的印度裔 即是JDFANS的印度裔妻子 Usham Vance也是參與其中 共和黨人形容華茲穿著 法蘭勇這個襯衫的紐心 就是Gavin New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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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州州長 即是覺得華茲根本就是加州州長 將他翻翻版自己穿不同的衣服 不知他正常穿上的這種情況 是非常令人覺得唾棄的 華茲將可能專注於爭取白人工人階級的選票 尤其在Wisconsin、Michigan和Pensylvania 這些關鍵的搖擺州 希望能夠有更明顯的優勢 這些地區的支持者對於Harris和Trump都很重要 華茲可能會談戴Football、美式足球 以及槍支擁有權的這些問題 就是持槍權的問題、擁槍權的問題 甚至提及他精準射擊野雞的趣事 吸引當地選民的關注 而Gavin Newsome 需要面對過去引發的爭議 包括他曾在貶低沒有孩子的貓女士 以及散布未經證實的言論 這些左派這樣說 說海地的移民到Ohio Springfield 就是Eat the cat, eat the dogs 這個就是那個說法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沒有根據呢 他一定不會提出一些新的證據 或者甚至沒有去講清楚說明白 這些事可能成為辯論中的攻擊焦點 攻擊防禦的焦點 Vance必須迅速因應 和Waltz、Tim Morse形成的強烈對比的是 Judy Vance的政治經歷比較短 他是因為2022年當選聯邦參議員 累積了大量的全國媒體經驗 而Tim Morse擁有了十多年的國會經驗 和兩次在Minnesota州長選舉的辯論經驗 展現出不同的政治之力 有關他們兩人的個人聲譽 也都決定了選民的最終抉擇 對兩大黨未來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與此同時 CBS News這個主辦單位 是不是公正呢 就似乎他是不是有騙視了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這場辯論 這台過去的報導和他的新聞主播 就和Karmala Harris Karmala同志的關係 引發外界對辯論會公正性質疑 根據Fox News9月29日的報導 這場副總統辯論 將會由CBS新聞主播 Nora O'Donnell 和Face the Nation的主持人 Margaret Brennan共同主持 特別是在特朗普和Harris之間的總統辯論 因為黨派偏見遭到批評之後 這次辯論會將會面臨更嚴格的檢視 CBS的新聞過去報導顯示 GD Vance可能會面臨類似 特朗普在2020大選的時候 被3-on-one 以三敵一的局面 例如當時特朗普和CBS節目 60 Minutes的主播Leslie Stahl 就拜登的兒子Hunter Biden的 Laptop發生爭論 當時Leslie Stahl 拒絕報導這件事 說無法驗證 直到2022年 CBS才證實這件事是真實性 你想一下 一拖說謊說足這麼多年 之後才說 Hunter Biden的電腦是真的有問題的 你想一下這件事是多麼荒謬 CBS無法證實 兩年之後才證實 已經是什麼呢 蘇州過後沒有聽答 另外就是當Hunter 就和司法部達成這個Pleet Bargain 就是應聚協議的時候 這個布蘭嵐 就是這個剛剛說的這個Margaret Brennan 這個主持 就建議這個共和黨人 停止討論這件事 是嗎 根本Hunter和這個 這個DoJ要達成協議的時候 這個CBS的Face the Nation的主持 Margaret Brennan 竟然說給Republicans 停止討論這件事 說你基本上是做記者嗎 你做黨國的喉舌 就是這個黨的喉舌 民主黨的喉舌 但是這個認罪協議 最終是被法官駁回的 同時CBS的新聞主播 Gail King 也在過去曾在捐款支持 Harris競選加州檢察長的 Attorney General 這個引發利益衝突的質疑 但是CBS仍然允許Gail King 多次採訪Harris 並對她讚譽有加 但未公開提及捐款的事實 去到去年九月 CBS還未發現 異議除了這個Brennan 對於你剛剛說Margaret Brennan 這個主持人 對於Carmen Harris部分的採訪片段 其中涉及Republican Party 即共和黨 對Carmen Harris的年齡和能力質疑 儘管CBS事後承認這段影片 錯誤展輯 但她的新聞公正性 受到嚴重質疑 所以我相信 除了CNN的比較公正 辯論之外 剛剛說的ABC 和現在的CBS 對於CBS 我都預告給大家聽 CBS這個辯論 我不會覺得會很公正 看看我有沒有跌眼鏡 如果公正我會和大家道歉 但我會預計給大家聽 就不公正 在這個情況下 GD Vance如何接招 如何去做 他有沒有Trump的能耐 以一敵三 我們都要悉心去看待這件事 OK 當然 你說Trump是否有人支持他 有些很有趣的角色 一位Hollywood性格演員 Chagri Levi 即柴黑來威 公開表態支持Trump 這個打破了Hollywood長期以來 藝人很少支持 共和黨的政治正確潛規則 這一點是相當難得的 那麼 根據Fox News的報道 以DC英雄電影 Shutam 即是沙站 SHA ZAM Shutam 走紅的 這個 Tagri Levi 就在28號 Mitchin的一場活動中 公開表態支持Trump 我覺得這個相當難得 是不是 即是麒麟依士活 和 苦膽濃威 即是戴黑的主角 我想這些 他們就比較能夠 他真是很清晰地支持Trump 但是Dart的男主角 已經是老人之外 即不是老人之外 已經是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但你想想 這個是Tagri Levi 有這麼勇敢 是相當難得的 這場活動是由他主持 與會者包括 Robert F. Kennedy Jr. 小羅拔金賴迪 以及夏威夷前 民主黨籍的聯邦眾議員 Toshi Gabbert 兩個都是支持Trump 那麒麟就強調 在現一號之陽當中 之後Trump才能夠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ega OK 讓美國再次強大 這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這個是重要的 戴下釘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活動一開始就說明 他原本支持Robert F. Kennedy 2024年去總統做大選 但在Robert F. Kennedy退出之後 他決定轉移支持Trump 這個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即Independent voters 他們原先支持Robert F. Kennedy Robert F. Kennedy 也支持Trump 而他支持Robert F. Kennedy 也支持Trump Levi說 在理想的世界中 我會投配給Robert F. Kennedy Jr. 但我們並非生活在完美的世界裏面 事實上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破碎的世界裏面 這個國家被許多 想將這個國家推向毀滅的人所控制 而我們在這個地方要阻止這一切 Levi就說 他成長是一個基督教保守家庭 他的父母教導他 要對政府抱持適度的不信任 在任何政府都不要有適度的不信任 他說Robert F. Kennedy Jr.是真材實料 是理想中的總統候選人 他又說 現在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川普總統是能夠帶領我們實現目標的人 而Levi在2019年和2023年的兩部電影中 當中 飾演超級英雄Shazam 而他也曾經演出影集 Chuck 屬男型男 並且為迪士尼的動畫電影 《魔法奇緣》Tangled 裏面的Flynn Rider配音 而Levi在2023年去年就在X平台上表達他弱唱Visor的不信任感 他曾在受訪中批評Hollywood的電影製作粗糙引發社群的熱議 我可以這樣說 Hollywood的電影是每放月下 我不是因為它左膠才說和左右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Hollywood的電影 我告訴你韓國的電影和它的劇本、劇情、鏡頭、剪接、後製、演技 每一個標準是遠遠超過大部分的美國電影 OK 我會覺得這一點是大家希望大家要認真地問一下浸脆 不要保持著老古董、枯起腰風那種老時代的想法 自己看看他們怎樣做這些電影 OK 好了繼續來了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Trump有沒有機會贏呢 搖擺州就算是左膠媒體的風向都開始變動 尤其Trump在最重要的 我們經常講話的搖擺賓州 搖擺賓直凡尼亞州很重要 我經常在很多公開場我都會做演講 也都會上電視台的節目 也都會在這個地方做的事情 我們說 七大搖擺州 Trump只要贏其中最重要的三個 不是其中三個 其中最重要的三個 哪三個呢 Georgia North Carolina 還有Pansylvania 三個州贏到的話 Trump贏了 其他的東西就是加進去的 譬如亞利桑那 譬如Nevada Wisconsin 或Matchigan 加進去 OK 如果贏不到這三個 你的票就差很多 譬如 Nevada才6票 阿里桑那會11票 加上17票 都不及Pansylvania 一個州 19票 你想想 基本上要贏多兩個其他州 你才可以 夠蓋Pansylvania 而我看到 New York Times 和Siena College 說的 在阿里桑那 在North Carolina 和Georgia Trump都是領先的 好了 當Georgia和North Carolina 被取得給Trump 那要取得Pansylvania 你剛剛 270個 剛剛過半數 270個選舉團人 所以我說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州 贏多少呢 0.2% 誰說的呢 Newsweek在11日報道 根據政治新聞網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統計的最新民調平均值 Trump是以48.1%贏 Harris 47.9% 差距完全不差範圍 It's not so clear 是0.2%的勝利 這個是自從9月16日以來 這個左膠的Real Clear Politics 民調平均值 首次顯示Trump領先的 這一點呢 希望大家注意 承接著這件事 我想 未來幾個小時 這個Vance和Bose的辯論 是重點 然後 Trump每日 譬如最近在Georgia 和這個在 這個在 Wisconsin的 Ready 我都有看的 甚至我 都會抽離看一些 是Harris的一些辯論 希望大家都會看一看 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我講的會有更深刻的立體感 Pensylvania是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搖擺州之一 在2020年大選裡拜登以50%得票率擊敗Trump 贏得這個州的20張的選舉團人票 但是呢 自從拜登在今年7月宣布退出2024年的大選之後呢 Trump在賓夕凡人的亞洲的支持率就一直領先 直到Harris接替Trump成為了 接替拜登成為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外呢 才逐漸縮小差距 並且 他要去到8月29日 通過左膠的一些民意調查的造勢 首次超越Trump 今天Real Clear Politics的最新民意調查 平均值 涵蓋了12間機構 在9月11日至29日進行的民意調查 包括Travalga的集團 Fox News Agnus Intel Bloomberg Rasmussen Reports Suskahanan University Moulinburg College The Hill-Amazon Insider Advantage 和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vell The Washington Post 和Marist College 等等很多家民意調查公司 的絕大部分都是左派的 除了幾家 例如Rasmussen Fox 是比較中間偏右 但他不是完全右 我想這些是主要的一些左派的機構 其他 我想大部分的你會發覺到 是 和Travalga都是比較右派的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左派的 其中 由共和黨支持者創辦的Travalga Group 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特朗普在賓夕凡雅州 以兩個百分點 不是0.2 是以百分之二 不是千分之二的優勢 領先Harris 這個民意調查 在9月26日至29日 訪問了1,090位 其實訪問很少人 其他其實都很少 千多人 頂多2,000人 說真的 這是相當不知所謂 其實我覺得應該做多些 是1,090位可能的選民 就是賓夕凡雅州的選民 抽了誤差值大概2.9的百分點 所以怎麼都不會在誤差範圍之外 都是誤差範圍之內 那麼 特朗普的賓夕凡雅州 最競選的發言人 就是Kusch Dessay 表示 民調低估了特朗普在賓夕凡雅州的支持 並強調了選民面臨明確的決責 是要忍受Harris執政下的持續高漲的物價 Inflation 開放邊境 就是Immigration Illegal Immigration 無能的施政 Incompetence 還是回歸特朗普執政時期的和平 穩定和繁榮 是要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儘管在賓夕凡雅州選情告急 但Harris在全國範圍之內 仍然以2.8%領先特朗普 這個就是 基本上綜合了左右派 那麼多的民意調查公司以左派為主 那麼多的民意調查公司 做出一個mean 或者medium 就是2.8% 那麼這個中位數 或者平均值 是不是很多呢 第一未超越不差範圍 第二 irrelevant popular vote 或者普選票是沒有意思的 就算2016年的時候 Hillary Clinton贏了普選票 都贏不了這個選舉團人票 可以這樣說是irrelevant的 OK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有一行Victory Insights 的民意調查顯示 Trump自在Florida 另一個州 紅州來的 那麼現在你看到 就是相當多人支持共和黨的人 但是他只有2% 微弱優勢領先Harris 這裡是Marilago的地方 這裡是Trump的大本營 我想Dissantis和他 曾經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很多爭執 但是現在已經冰釋前嫌了 Dissantis我相信 佛州的州長 是會努力幫Trump 固守Florida 但是有一個民意調查 機構顯示 Trump只在贏2% 那就是說可勝不穩 那麼我相信這些州 尤其是Texas和Florida 都一定要固守的 因為固守兩個州 基本上基本盤就可以找到 那麼希望這樣 大家都不可以放棄這些 每一個機會 那麼當然了 Harris有很多好笑的現象出現 那麼這個Harris近日 接受知名的NBA的博客 就是這個Podcast的專訪 引來的大量的負評 那麼多數留言表達不滿 批評他政績不好 甚至質疑他的動機 突顯了Harris的媒體策略 可能出現問題 為他選情投下陰影 根據體育新聞網站 Outkick的報導 Harris提升選情 他在9月29日改變以往迴避 媒體採訪的策略 接受了All the Smoke的專訪 這個節目是由兩位前NBA的球星 就是Matt Barnes和Steven Jackson 主持的知名Podcast的節目 但是這個舉動未能夠達到預期的後果 反而一貫的Wood Silas 語無倫次的發言 招致大量的負面留言 留言區幾乎充斥著很多的負評 那麼網友就紛紛留言狂宣 這個Harris的政績 說這個女人在位近四年 沒有做過任何國家更加好的事 那麼很多人你要說的要做 三年半你做了些什麼 這個問題 他根本不認真 他根本不是serious 更加有網友質疑他的接受專方的動機 因為只是做選舉炒作 他付出了多少錢來做這個訪問呢 一切都是為選票 這個根本不是政治講真的 他給人一種虛偽的感覺 這些就是網友紛紛的留言 那麼很多留言直言不滿 表達對Harris的支持率 和他政治立場的質疑 譬如說如果沒有Trump 對他造成威脅 沒有人會投票給這個女人 其實很多投票給女人是反Trump 其實不是代表支持他的 所以那幫人我想心裡有問題 他說我對你們博客主持人 徹底去尊重 失去尊重 你們這些傳奇人物 竟然給他來做個訪談 但講一些廢話 講完廢話 而不是正在發生的真正問題 也都不提出真正的政策 真正是個笑話 部分留言更加諷刺 Harris過去的作為 例如有趣的是 當他還是檢察長的時候 你會將他們兩個 podcast的主持人 因為抽大麻 marijuana 將他困起來 那你現在不同 有人訪問你 哈哈 古古長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呢 兩個在事業中 一直很真誠的人 現在成為民主黨的 投資抹粉 就是令人唏噓的 報導作者指出 留言區至少95%的言論 都是負面的 這個對於一個通常受友善 體育podcast來說 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作者認為 Harris的媒體策略 可能需要重新評估 如果是一個相對友善的 體育的sports的podcast 都引來這麼強烈的負面評價 如果他接受其他很大型的 很出名的podcast主持人 例如Joe Rogan 或者其他更具爭議性節目的訪問 後果將會不堪辭上 他來現在11月的總統大選 剩下幾個星期 剩下五個星期左右 Harris的競選團隊 或者應該更加重新考慮他的地方 考慮他的策略 但你看到他的策略非常差 而他矮過兩個人 一個頭以上 差不多兩個頭 整張照片都相當不得體 我自己覺得這樣 不要這個高度歧視 高度 height的歧視 我會覺得 我只是講這個美感 it's a matter of 審味 希望大家明白 那大家當然 有人查他 也有人會捧他 哪些捧他呢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最後發表一個文章 在十一號發表文章 表態支持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Harris 才是唯一外國的總統選擇 真的很有趣 整個共產黨 你只是投給他 才是唯一外國的選擇 你投給民主前線 你投給社民聯 公民黨 民主黨 民協 這些不外國 你投給民建聯 公聯會 才是唯一外國的選擇 或者台灣 投給國民黨 或者民眾黨 才是唯一外國的選擇 我問你 講這些話的人 暫著說話 不要痛 你說這些話 是不是這麼老的呢 這是New York Times 很多人說New York Times很厲害 你看美聯 發生 或者路透記者 多厲害 他們個個都罵trauma 你看 New York Times BBC ABC CBS MSNBC CNN 個個罵trauma 你看 最後一次 你桑譜 你 shut up 全部人都是這樣說 你為什麼 你還在那 富裕頑抗 我不是富裕頑抗 我只是登高一呼 告訴大家 這些全都是左膠 所有都是由深層政府 或者他們一班 包括Soros 這些人 控制的一些媒體 而你們是不是真的要聽呢 我希望美國能夠擺脫這種陰影 不要成為一種世界的這種 所謂的 我會認為 如果大家針對美國的一種 所謂的想勸掩 就是要稱霸世界的霸權 這個就是我們要針對的人 這一班就是深層政府 而Trump要做什麼呢 既不採取孤立主義 也都不採取干預主義 我都講過Mark Johnson 幾個月前 他所發表的演講 他的文章 已經講得很清楚 什麼是Jacksonism 什麼是Trumpism 要採取的一個方略 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不明白 希望看清楚 反對前 先好好讀書 不要認定Trump 是一個 Racist Sexist 或者 Fascist Fascist Narsist 於是說 這個壞 然後 桑布支持川普 兩個都是壞人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思維問題 一簡單 二 再想下去是腦殘 三是愚蠢的 New York Times 直到文章第四段 才講到Harris 焦點反而都是放在Trump 不配當總統 說他道德上和性格上都不適任 他說Trump不適合做總統 這個明確而且令人沮喪的事實 應該足以讓任何在乎我們國家健全和民主穩定的選民 拒絕讓他再度當選 哇 你這樣去打法 真是相當 當然你有言論自由 這是First Amendment Right 但我只是說 New York Times 講這些說法 你的basis是什麼呢 你的理據是什麼呢 你還需要理據 這些人我會說 It's really childish 法新社 那他就說 這個AFP就說 這個是The New Yorker 紐約客州罕 亦都表態支持 除了Trump 哪個都好 Anyone but Trump 就是說 Trump是唯一不選得下的 你找隻貓、找隻狗 都好過找Trump 這樣都行 是不是 你找習近平都行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說法 找一下 上次拘捕了一個 是不是 那個 曾經做過紐約州 州的州長的一個 榜友 副莫寮長 孫雲 和她老公 這個胡曉 是不是找他們也可以 Anyone but Trump 是不是 他們已經入籍了 是不是 他們也可以 編輯門就說 Trump代表了 對美國穩定安定 和本質的持續攻擊 穩定安定 和本質的持續攻擊 我自己告訴你 在第45任總統期間 即2016至2020年期間 美國基本上在外面的 很多的軍隊 死傷最少 而美國在他的領導之下 世界比較和平 中國比較慘 世界比較和平 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OK New York Times 在這篇文章中承認 Harris 或者不是每位選民 眼中美麗完美的候選人 不是perfect 尤其是那些 對政府未能亡樣保留 而感到挫折和憤怒的選民 但我們呼籲美國人 對比Harris和對手的過往紀錄 Harris是極為必要的人選 即是說 他是沒有那麼好的 他是很有問題的 但好過Trump 當然 New York Times可以這樣去說 但我只是說 Well 根本上是用這個Editorial 幫Harris去拉票 柳時的編輯委員會 1956年支持Eisenhower 即艾森浦之後 再也沒有支持過共和黨的總統學選人 一直支持民主黨的總統學選人 在他左派報紙 而New York Times強調 比起兩黨體系中 政治和原則上的競爭 這場大選 有關更根本的東西 除非美國選民群起反對 否則Trump將有權力 對我國民主造成深層長久的傷害 他說選民在具體政策上 對於Harris提出 更多要求並不為過 鑑於這場選舉的利害關係 Harris或者認為他正在第一場切法 避免犯下不必要錯誤的選戰 以成為Trump之外的唯一可行的選項 或者足以讓他勝選 這策略最終或者證明能夠贏 這對於美國人民和自己的紀錄來說 會造成損害 即是說 希望大家要看到Trump 追求重新掌權的情況 Trump是利用共和黨成為工具 還說Trump如果再次當上總統 將會給他第一個任期 造成更多傷害和分裂 因此 Harris是唯一的選擇 即是刺利8個英文事務 BULL SHIT BULL SHIT 給New York Times 這根本是荒謬的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Trump 也看到他也很諷刺Harris的照片 因為他質疑Harris發佈的Hurricane Hellene 因為Trump去到Georgia 特別關照風災的問題 因為這個巨峰海輪Hurricane Hurricane Hurricane 就是我們說的Tayphoon 在墨西瓜哥灣 就吹襲佛羅里達 Georgia South North Carolina 這個Hurricane Hellene 吹襲的情況之下 接著Harris也出了一張照片 簡報的照片全是擺拍的 因為他右邊的耳朵扔著一個耳機 但是那個耳機是沒有插手機的 只是扔著一條線 引發網路成為熱耳 即是基本上全是擺拍的照片 很共產黨 這件事件不單凸顯了美國政治人物 在社交媒體的策略運用 亦都認到Harris過往回避媒體的作風 再度成為眾矢之的 新款的iPhone 已經採取沒有耳機的 沒有耳機孔的設計 目前不清楚這個Harris 使用的哪一款手機 你想想 現在的新款iPhone是沒有耳機的孔 即是基本上沒有插耳機的孔 不過先前相關的照片裡面 他的手機上的確還有這個 這個耳機孔的 根據《紐約郵報》 《紐約郵報》9月36日報導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這個Truth Social發文 質疑Harris在9月29日 在X平台 副總統官方帳號上發布的照片 照片中Harris看詞 專注聽取簡報和寫筆記 而Harris在鐵文中表示 已經聽取了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 FDMA處長Dean Criswell 並且跟北卡羅來納州州長 Nord Cardinal pc gosto avở Roy Cooper 討論救援和重建工作 但是特朗普和部分网友非常难利,注意到照片中的Harris耳机并未连接手机 另外他面前的纸张现在看似是空白的 保守派的评论员Molly Hemingway就是凯明威,更在X平台捧刺 这个历史上最副总统风格的照片,假装通话,却忘记拆耳机,还假装在一张白纸上写 是多么communism,是多么毛泽东那种宣传的propaganda 阿里萨纳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Andy Biggs,和共和党籍的通讯人士Matt Whitlock 也加入批评,质疑制片的真实性 美国不分左右派一直长期的传统,是支持honesty,honesty,honesty 你连基本的honesty都没有,你拿来做一个propaganda,it's really disgusting 如果还有左派人士说这些很平常的,证明你道德上真是堕落 所有摆拍的照片很清楚,摆拍就是摆拍,相机在影相楼里拍的很清楚 但如果你说在飞机上踏空军1号,听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会告诉你,如果那个是摆拍的话,it's really disgusting 很噁心 这件事件也令到Harris过去几次被这个媒体报导 以装备或策略回给记者的行为,再次浮上台面 例如Business Today在9月3日曾经报导 Harris登上空军2号Air Force 2专机前,把耳机线插入手机 却将手机贴在耳朵上讲电话,那你已经有线了,那你为什么要贴手机耳边讲电话呢? 而不是透过耳机讲电话呢?而此会避免和记者做非预期性的交谈 而做出的错误示范 这次事件更让Harris的危机处理能力再次受到质疑 而巨峰海林在9月26日至佛罗尔利达州登陆以来 造成了美国东南部至少120人死亡,Harris并未前往任何受灾州的 反而是Trump,在9月29日前往Georgia的Waldosta,就是瓦尔多斯塔市 视察灾情,他后面站的人都是基督徒,亦都是为所有灾民祈祷 大家都知道他是真是了解,而且不是好像温家保释整个球鞋做的那些 所以第一是捐钱,第二是调集了很多人,能够去送很多的温暖 以及去帮很多灾区的人处理问题 尤其找Elon Musk,他所谓的SpaceX很多的计划 能够使得通讯无助,解决通讯问题很重要,知道有急难 所以第一件事是通讯要开通,你现在用卫星的设备 Elon Musk他的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一点是Trump要求Elon Musk做,你想想整个美国政府 如果拜登和哈利斯完全停摆的时候,基本上Trump是在做这些事 Trump也承诺提供救灾物资,他在Truth Social批评 拜登政府是阿富汗撤军和边境政策的失误相当严重 所以看到这件事,谁是聋,谁是奉好清楚 最后,最后来说到台湾 Trump要说GDP10%作为台湾国防预算 整个事是怎样说的呢,以前那5%的嘛,现在说10% to me,我觉得台湾要给 但是要给,怎样给,何时给,时间给,什么给 还有我11%我换来什么东西 我给多了,是不是我要白给,还是我有东西换的 是不是换和美国建交呢,是不是共同防疫条约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Trump就在上个月中旬针对台海的安全议题 发表的表示,中国终究会攻打台湾,但不会在任内发生 同时他认为台湾国防预算应该提高至国内生产无额GDP的10% 华盛顿邮报就在9月30日刊出专文说 专栏作家Mark Thiessen,迪森,当面访问Trump 当选之后维持和平的策略是什么 今天Dison在9月16日在Trump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Marlalago访问Trump 今天Dison就询问Trump 如果Trump当选总统,中国会攻打台湾吗? Trump说,no,不会在我当总统的时候 但最终他们会攻打台湾的 因为台湾的问题很棘手 不要忘记,台湾距离美国9000英里 距离中国只有100英里 他希望台湾的领导人在未来四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就是什么意思?尋求美国保护,给钱 你给钱给我,我保护你 Fair,你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大的数目?很多 Tison提升,Trump 台湾现在国防支出已经达到GDP的2.6% 2.6% 你要增加第一要的时间 第二要是你增加是换到什么回来 是不是存在的东西,给回台湾 还是something more 超过多数的北约NATO的成员国 超越2.6%已经超越了很多NATO 你问一下Germany,你问一下France,他们给多少 台湾已经2.6%相当多 Trump说完之后,他们应该给10% 这个Trump一贯的风格 我不会怪他 我会觉得你说的价钱 Let's bargain,Let's negotiate We come to a conclusion And then we target Have a milestone Let's have a timetable to fulfill this commitment 这是我基本上做到的事情 Trump在6月下旬接受Bloomberg Business Week 访问时指出 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防卫费用 Trump当时没有明确指出 台湾国防预算 应该提到多少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在7月中访问 看出了Trump的专访 随后呢 在Trump总统任内 最后两年担任国安顾问 如果Trump当时可能回国的入国的 Roberts O'Brien接受媒体方面表示 台湾的国防支出应该增加至GDP的5% 现在就说5% 又说10% 台湾是否需要回应呢 不需要回应5和10 是需要回应的 就是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去展开初商 大家达成新的共识 这个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去对5个10% 10个%去对号入座 你今天对5 yes 他明天说10 又yes 明天说20 今天又yes 不得跌 但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达成协议呢 99.9%都会达成协议 ok and is this fair yes that's fair 你不用付钱了 你打算是freeriders 搭便车 就是美国给我 因为你要我们台湾好 我们不给的了 我们好像学德国法国那样 我觉得that's not the right way ok 你给国民党民众党执政 分分钟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民进党执政 賴清德执政 一定给 而这个是对的 我们赚到钱 台湾基本上钱掩脚目 是不是 现在伸促科学园区 南科赚那么多钱 为什么不给 let's do it ok 简单来说 和大家报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明天台湾全台湾台风格 我希望可以平上一节以外 做多一节节目 如果我听我心情如何 和我的状态如何 可以的话 我们做一次这个是 叫做live 直播 如果是做的话 应该是明天下午的 即十月二号 明天就是今天 十月二号的下午五点钟左右 我做好吗 如果是做怪典 那时候做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怪我 我可能状态不太好 希望大家继续 能够关注参谋 在这个频道 留言 分享 订阅 订阅 每月定额付费 每月定额付费 不是单纯 免费做的free member 所以我开放这个选项 也希望大家 每月少少订额付费 也希望大家 看完这些广告 看完这段影片 以及用Superfans function 就是YouTube 每月Superfans function 去做 如何subscribe Patreon 看我YouTube 这个留言板 第一个条目 最后的一行 就讲到的link click进去 subscribe Patreon 功德无量 多谢各位 明天再见